现今,彩妆在女性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出席重要场合或是平日生活中 一个得体的妆容都能提高女性的自信心和美感 但是,很多人对于彩妆技巧的掌握还有带提高 因此,分享基础妆容技巧的教学 对于初学者或对彩妆感兴趣的观众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首先,教学者应该先向观众介绍妆容的基本步骤和必备的工具 例如,要先保持脸部清洁,使用乳液或爽敷水 再使用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和遮瑕膏 随后,可以进行眉毛、眼线和眼影等步骤 最后再上唇彩和腮红,完成一个整体的妆容 接下来,教学者可以向观众展示一些不同妆容步骤的技巧 例如,在画眼线时,可以使用眼线胶或眼线笔 并学习如何在眼俭上勾勒出不同形状的眼线 另外,在画眼影时,可以学习如何使用深浅不同的色调进行搭配 突出自己的眼部特点 最后,教学者可以介绍一些彩妆技巧的小贴士 例如,在使用唇膏前 可以先使用唇部磨砂膏进行去角质处理 以便唇膏更容易上色 在使用腮红时,可以掌握好用量 避免腮红的颜色太浓或太淡 这些小贴士能帮助观众更好地掌握彩妆技巧 总体而言,分享基础妆容技巧的教学非常重要 能够帮助出学者或对彩妆感兴趣的观众了解妆容的基本步骤和技巧 这样的教学不仅能够提高观众的美感和自信心 也能够为彩妆爱好者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创造力